分手仅仅11年 张欣一与王志飞如今的人生境遇到底有何不同 2004年张欣一在拍摄《风吹云动心不动》时 认识了王志飞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唱衰 一是因为二人整整相差了17岁 二是因为王志飞是有家事的 但即便是如此 二人还是坚持要在一起 王志飞甚至还因此跟自己的发妻离婚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7年 王志飞就在2012年对外官宣了分手 至于分手的原因 有人说是张欣一在外出拍戏时 与同剧组男演员暧昧不清 所以王志飞忍受不了提出了分手 也有人觉得是王志飞十分传统 想要安定下来 但张欣一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所以二人只能分手 至于分手原因究竟是和我们外人无从得知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如今时间过去了仅仅11年 他们的人生差距却已经出来了 因为自从分手之后 王志飞就沉淀了一段时间 之后在露面时 就是与其妻子张定涵结婚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王志飞与张定涵从认识到结婚 仅仅就用了三天的时间 虽然张定涵比王志飞小了整整15岁 但王志飞却将他给宠上了天 虽然在婚姻上十分的美满 但对儿子与女儿的态度 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其长子名叫王爷 是与前妻李健所生 自从离婚之后 王爷就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长大之后 王爷却参加新二代的综艺 不料却换来父亲的一句 这是在消费老子 甚至被邀请时也不上台 但对于女儿 王志飞就算是工作太忙 也会将所有的小事都情理情为 甚至还主动将女儿成为小情人 满满的宠溺 如此的差别对待 让无数人都唏嘘不已 而反观张心意在与王志飞分手之后 虽然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但自从二婚嫁给袁红之后 就被宠成了宝 幸福到让人羡慕 看到袁红为维护张心意 直接倒掉亲妈主的汤 才懂嫁对男人究竟有多重要 就算那碗汤里真的有胶 你也得喝下去 当时袁红带着张心意回到武汉老家 婆婆为了让不入期的张心意 能更加有营养 于是便提前两天开始炖汤 但就在汤气将出锅时 袁红却不小心将锅盖放反 导致上面标签的胶滴进了锅里 袁红怕老婆喝了这锅汤 再出什么问题 于是便坚持要倒掉 袁红眼看说不动儿子 便上楼询问儿媳的意见 谁知张心意的一句话 却暴露了她的高情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将婆婆哄得喜笑颜开 不得不说 这才是一位好儿媳基本的素养 不过别看二人如此之好 但在带孩子的问题上 张心意与婆婆也曾产生过分歧 当时一家人在为张心意庆祝生日时 趁着大家都开心 张心意便提议说 自己想要断奶出去工作 袁红与张母都表示没问题 但谁知 袁母的脸色开始黑了 便直接说道 虽然张心意这几句话说得很小心 但婆婆却觉得 带孩子还是以母亲为主比较好 就在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时 袁红立马站出来表示 在看到儿子的坚持后 袁母便选择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 由此可见 好的婆媳关系真的需要好老公来进行维持 如果都能做到袁红这样 想必婆媳矛盾真的能少很多 而且张心意如今的豪狠生活也让人羡慕不已 看到张心意冰箱时才能买一套豪宅 才懂他为何被称为隐形富婆 别看张心意如今不咋露面 但人家吃一顿火锅就能花费三万 吃火锅吃了三千块钱跟一帮哥们姐们 真的 然后最后人刷卡刷了三万都不知道 那后来怎么知道的 但这笔钱对于他家冰箱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当年在张心意带着自己的冰箱 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结果却被发现 里面有一个变质发霉的东西 身为主持人的何炯十分不解 最后才得知这是一种药用真菌 价值三千多元一斤 何炯手上的这一点点就已经高达五位数了 而且在其冰箱里 什么燕窝血格油等名贵食材都应有尽有 但张心意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直呼自己吃虫草一次都要十根才行 根据不完全统计 张心意冰箱里的食材 在二线城市买一套豪宅根本就不成问题 但张心意丝毫不在乎 因为他只追求品质 为了能够吃到想吃的面包 张心意更是在寸土寸金的帝都开了三家面包店 而且生意都十分的火爆 就连何炯这样知名人物去买都是买不到的 不过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他与袁红的婚礼 二人是在德国某城堡举行的 单单是一天的租金就高达20万 而身为主角的张心意 主婚纱更是来自法国的高定品牌 由好几位好师傅纯手工缝制了2208个小时才制作完成 而且张心意的结婚钻戒更是宝格力的 价值高达百万 而且婚车也是独一无二的劳斯莱斯 这车可是在市面上见不到的 因为这是从汽车博物馆特意借除的复古款 由此可见 张心意如今的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横 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张心意从小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甚至还曾穷到买不起鞋 为了生存 17岁就辍学出来打工赚钱 不过如今张心意也是幸运的 不仅凭借自己的本事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而且还有了一个如此宠爱自己的老公 如今的张心意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人生赢家 震撒の正面 正面 什么叫做人生赢家 不过西走 不过西走